昨天郭台銘跟柯文哲在晚上會見 會不會擔心郭台銘跑去找柯文哲聯手 我想大家看到郭董跟柯市長見面 那擔憂的可能又是民進黨 那可能過兩天如果有一直看到 侯市長跟柯市長見面 我想擔憂的又是民進黨 那我們就是用努力的用這樣的角度 希望我們所有在野的朋友們 大家希望能夠團結合作 不管在總統的大選在立委的選舉 我們各項的議題上面都能夠團結合作 10號晚間有跟郭董來碰面 那到底內容是什麼其實大家還蠻關鍵的 其實這樣啦我知道郭董最近都有在 到處在請議嘛 那他說他晚上10點要到我家來 他們也不能拒絕嘛 那就讓他來了 不過談什麼是這樣啦 其實因為我很晚了也沒有談什麼太多事情 主要是當然交換一些意見 我還問他說 國民黨那個徵招到底比賽規則是什麼 我說你都不知道比賽規則還是跟他參加比賽 到時候結果出來你們要怎麼決定 大概就談了這一些啦 那 那已經很晚了所以談不到半個鐘頭就離開了就這樣 有談到立委的部分嗎? 因為現在春節是 沒有 因為是這樣啦 不是 其實那天一定很晚了 我想他大概只是表達一個善意就這樣 所以沒有特別在講什麼 所以他是臨時禁見? 沒有不是沒有臨時禁見 我跟他有簡訊啦 所以事實上他有些他會說我希望哪一天來拜訪你 那我就跟他講說我行程排到10點了 所以只要10點以後見面 那那時候有談到郭柯合作的意義? 這個我跟你講喔 我還跟他講說你們自己什麼會出現不出現都不知道的 所以這些什麼XX配什麼立委什麼都沒有談到 那在場一起談話的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只有我跟他在一起 我還跟陳佩琪說你不用聽你去休息 可是郭董有談到說他現在對國民黨裡面的憂勢嗎? 因為既然你能已經談到說他如果沒有清楚規則的話 他說他會盡量去允許國民黨的支持 我剛才講說你比賽規則都不知道 你要跟人家參加比賽 那他有談到說如果說最後出現了不是他 他還會怎麼把他講? 這個我跟你講我沒有辦法替他回答 就是這樣啦 談話內容簡單的我們可以講 至於說10分鐘也可以講很多話 也不需要去把每一句都冤文轉播 我覺得不太不需要 那如果最後出現了不是郭董 你還會再找他工作來進行你的下一步 沒有我跟你講我跟他本來就認識 特別是當時為了高安的事情 也有私底下談過幾次 當然我們是爭取所有的支持 就這樣 但是並不需要 我還是一樣我覺得態度是這樣 人家問我們就 人家要來找我們 我們也不會去人家 你會有合照會來對外公布嗎? 蛤? 你會有合照來對外公布 你覺得這個消息是郭神的方式嗎? 我跟你講齁 一定不是我 大概也不可能是陳佩奇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郭飯這樣放垮的消息是用意是什麼? 我們差不多那個要支持 那個就給你們自己去選 好的要支持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市長那個主辦單位的 柯市長說他參選的機率高達99.99% 是不是非率整合的部分破局了? 任何只要還有0.01的機會 我們都是全力以赴 因為我們都相信大家必須要團結在一起 那更何況我相信所有的台灣的民眾 現在最期待的就是政黨輪替 剛才的民調數據也展現出來 超過半數以上的民眾 都是需要希望政黨輪替 那既然大家都希望政黨輪替 讓台灣的真正的民意展現出來 我們就必須要團結在一起 那我們相信最後我們一定會團結合作 您未來的對手部分有可能是侯儀 有可能是郭台銘 也有可能是賴清 賴清也是您確定的 那在這些人選當中 會怎麼評價您的這些對手? 重點不是說對手怎樣 其實我們這次選舉 其實我有思考過 我常常看一下說 計程車司機就是最好的政治評論員 比那個晚上看的call in節目還準確 以前那個計程車司機會怎麼講 說想罪總統我也是才計程車 那還不差 但是我發現最近 那態度就不太一樣 這是台灣有總統直選來 第一次台灣人民在思考說 這次要選誰 如果選的不對的話 對國家的成績怎麼影響 其實台灣現在是這樣 重點不是說總統獲選是誰 重點是誰能夠解決當前台灣必須面對的問題 理論上台灣當是美麗之導呼和謀殺 他不可以是世界上被評為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事實上我們去美國你知道嗎 就發現說 理論上大家認為不會有戰爭 但是大家還是很擔心 我說在國外就吃負 台灣現在是這樣 不只五缺你知道 到現在連 吼吹工什麼吹雞蛋 什麼都跑出來 還有這個年金 這個老把費要破產 種種問題你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要思考的不是說 我們要去評論哪一個候選人 所以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思考 到底誰能夠解決當前台灣的問題 磨黨的側意 就是磨黑什麼 柠檬啦 叉燒包啦 西瓜啦 核心巴熱啦 奇怪 怎麼現在 以前我講的話 現在沒句 他當時還罵我是中共同路人 這不會表示以前你們是雙標嗎 就是為磨紅而磨紅 怎麼今天 你代仙德也變成中共同路人 其實這沒什麼稀罕 在他們的眼光 你知道 只要不聽話 每一個都中共同路人 以前的刀架和以往事件 也曾經被說過是中共同路人 有關於兩岸的問題 你說不適合在議會來耍準題 但我想問你們的是 呃 傳出賴正宜 他們在兩岸的論述部分 才會聚焦和平保台經 反共不反中的這個地場 那你怎麼看 因為過去賴清德被視為是台獨金色 第一點喔 其實長期以來你知道 我一直被 側印你知道 什麼很多磨黨的側印 一直磨黑什麼檳榔啦 叉燒包啦 西瓜啦 什麼 德行八樂 德行八樂 欸 怎麼現在 你現在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我以前講過 我以前就說反共不一定要反中 反中不一定要嗆中 奇怪 怎麼現在 以前我講的話現在每一句 當時還罵我是中共同路人 是冰狼 現在怎麼 開始說我們歡迎民眾黨跟我們民進黨的政策一樣 這不會表示以前你們是雙標嗎 就是為磨紅而磨紅 怎麼今天你 你戴清德也變成中共同路人了 其實這也沒什麼稀罕 在他們的眼光以下 只要不聽話每一個都中共同路人 人以前的高架和王世堅 也曾經被說過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覺得是這樣 不要用意識形態來分裂這個國家 事實上 我在很多演講都講過 在現階段 台灣既不可能統一也不可能獨立 其實維持現狀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怎麼去求取台灣的自主 那兩岸的和平 這才是目標 那你過去都每天在操弄那個什麼康宗寶臺 什麼芒果乾 講一大堆 那怎麼今天你也變成中共同路人 今天民進黨議員要在議會要抽考朋友 你兩岸還有美中這種國際議題 你怎麼考 那就考 我坦白講 這個也有個人的經驗 這一些還是很嚴肅的題目 這絕對不是認為一個人能夠對 所以這還是要很大的智囊團 還要讀很多書 還要再實際操練一下 還有一點 我們有實際到美國跟美國政府高層談過以後 對局勢會更清楚 所以來講 這種題目不是在議會耍嘴皮 這要讀很多書 跟很多的專家討論過 甚至還要實際的臨場經驗 因為畢竟美國還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有些東西還是要面對面 跟高層溝通